我蠻喜歡Gaston Lugas 延續他們的一些小小細節的設計 我還蠻喜歡Gaston Lugas 延續他們一些很棒的小細節的設計 像是這個背帶啊 你正常的背包就會這樣兩條甩來甩去 那它這裡就有一個小小的輔助裝置 可以讓你的背帶貼合在你的背包上 它就不會甩來甩去 完美的在你的背包上面 就不會有兩條袋子在那裡甩來甩去 我覺得這真是超棒的設計 然後像是 然後像是 然後像是這個長度調整的這個 然後像是這個長度調整的這個地方啊 全部都是金屬的 所以就不是那種很廉價的塑膠 就是可能背一背它就斷掉了那種 那這個長度調整的 那上面的這些長度調整的這些小小的轉接配件 那像是上面這些轉 那像是上面這些 那像是這些長度調整的地方啊 全部都是用金屬的配件 就不是用那種便宜塑膠 就是你可能用一用 撞到牆壁啊 它就裂開來 然後就壞掉了 你背包就爆銷了 這種金屬材質 真的是超讚 就是不吝嗇使用高品質的材質啊 然後像是這種小小的 就是調名牌啊 這種也是都是用金屬的扣環 讓你不會用塑膠那種 就直接裂開來之類的 延長背包的收眉 那像是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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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帶調整長度的這些 那像是這種 那像是這種 背帶調整長度的這種 中間這些 全部都是金屬的扣環 所以你就是 嗯 不會可能你背包啊 用久 那不是塑膠嗎 那你可能撞到東西啊 它就裂開來 你這樣子就可以 延長這個背包的收眉 那這些長度調整這些 那這些 那這些長度調整這些 那這些長度調整這些 那長度調整這些環啊 那這些 那長度調整的這些環啊 全部都是用金屬的材質 就不會因為撞到啊 或是用久了 它那個塑膠裂開來之類的 就你可以延長這個背包的收眉 像是它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給你放 應該是放 像是名片啊 或是你那個 吊牌工作證之類的 就是這個 也都是金屬的材質 就讓你不會像是 塑膠 撞到東西它就裂開來 就延長這個背包的收眉